中國和印度邊界相隔兩年多 再度發生軍隊人員衝突 雙方都有人受傷 北京解封之後 無法掌控確實疫情 民眾搶購退燒藥 商店烘台價格 阿根廷擊敗科羅埃西亞 闖進世界盃決賽 阿根廷舉國狂歡 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為您報導 國內重要的政治新聞 副總統賴清德 今天正式表態 委託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前往民進黨中央黨部 登記參選黨主席 也被視為角逐2024的第一步 委託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來到黨中央登記參選 副總統賴清德 投入民進黨主席 選舉 由於先前確診還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因此由鄭立軍戴維登記 也提出要完成四項工作 包括重整旗鼓協助穩定政局 深刻檢討 因為人民信任 廣納人才引領創新進步 守護臺灣促進民主的和平繁榮 那此次選舉本黨遭逢挫敗 在民進黨最需要檢討反省重整再出發的此刻 他身為民進黨的一份子 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勇敢承擔團結黨內重振士氣 這一次九合一敗選民進黨重新檢討內閣改組聲浪更是不斷 前副總統陳建仁被點名阻隔 鄭文燦可能擔任副院長 林佳龍則擔任內政部長 尤其陳建仁十四號出席行政院妨礙會議 也引發聯想 改組還有待立院會期結束 排黑條款則是現在關注重點 政院版本週四將通過 此時台南市議會議長選舉 民進黨就上演茶壺風暴 指出有黑金涉入 被點名的民進黨中指委郭再青 十四號宣佈辭去中指委一職 專心司法訴訟 槍擊案中我是受害者 卻遭攻擊為黑金 任何以政治操弄的手段 攻擊本人之言論 亦將一律尋法律途徑予以追究 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 緊咬黑金議題 臺南市長黃偉哲表示 尊重黨的機制還有個人意志 強調任何人只要違法 就應該受到相關調查 記者 韓言朋友組 蔣龍祥綜合報導 中國最近連續禁止多項 臺灣產品進口 有店家表示 中國方面要求填寫產品配方 但是他們不願意泄漏商業機密 所以決定放棄註冊 相關說法卻引起外界質疑太誇大 而石澳署今天特別公布了相關表格 證明中國對臺灣業者的要求 的確是跟其他國家有差別待遇 電力總是擠滿延潮 知名高品業者加德鳳梨酥 因為不願補交涉及商業機密的產品配方與比例 成為中國近期禁止臺灣多項產品進口的名單之一 衛福部長薛瑞源表示 是不是商業機密 大家認定不同 但是中方要求各國及臺灣的標準 的確不一致 回顧中國陸續禁止臺灣產品的名單 類別包括水果魚類等都觸及ECFA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的早收項目 因此ECFA存費問題也被拿出來討論 所以為什麼當時我們會那麼反對 就是說你隨時只要中國片面 毀約你就沒有辦法去掌控所有 我們可以抑制的一些損害 那對臺灣的農營產品 還有傳統產業出口到中國大陸 有重大的注意 中國大陸是不是會取消 那可能的影響 我們要做進一步的評估 食藥署十三號公布最新邊境食品不合格名單 包括六項農藥超標的茉莉花 農藥殘留的白蘿蔔以及違規的調味盒等等 被外界解讀是對中方的反制 不過薛瑞源受訪時否認 僅表示難道要讓農藥超標的產品進口國內嗎 至於臺灣產品出口頻頻受阻 薛瑞源也強調 一直都有請中方說明 但是都沒有得到好的回答 記者 曾經多次引發話題的雲風飛彈 今天再度成為新聞焦點 前中科院長龔家正在回憶錄當中 證實雲風飛彈的射程超過一千公里 可以直攻北京 有學者認為國軍可能已經部署雲風飛彈 用在打擊地面目標 但是對於他是否真的具有戰略嚇阻力量 各軍事專家卻有不同評估 兩岸維持對峙僵局 中共近期幾乎天天繞台 國防部十四號發布 共軍出動十一架次共機 七艘共艦在台海周邊襲扰 國軍則用戰機 軍艦 暗制飛彈 嚴密監控共軍動態 為了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中科院積極研發試射各類型飛彈 其中速度可達三馬赫以上 射程傳出超過一千公里 可以直攻北京的雲風飛彈 過去被視為軍中機密 前中科院長龔家正日前首度在回憶錄證實 雲風高空超音速巡弋飛彈 在前總統李登輝時期建案 前總統陳水扁時期完成戰術測評 戰術上比較需要的 我們是需要五百公里 一千公里的這種遠程打擊飛彈 但是兩千公里有什麼意義在 就是戰略嚇阻 我如果打得準的話 那如果你在兩千公里 對面你要對我產生 任何的威脅的時候 我可以嚇阻你 不要發動那個戰爭 公家正透露第一次試射成功後 前美國在台協會 台北辦事處長楊蘇蒂 曾表示不被允許 針對雲風飛彈被曝光性能 射程不容易被攔截 具有嚇阻效果 國防部跟中科院口徑一致 表示對於公家正的個人言論 不評論 而外界關切雲風飛彈 在台海作戰的重要性 張誠認為戰略價值大於戰術價值 近年中科院有很多的試射 所以就可以推估他們在改良 這個雲風系列的一些性能 特別是助推器 就是用探空火箭的方法 就是來測試它的助推器 可以飛得多高 這些雲風系列的飛彈 或者雄風二一型的飛彈 不會攻擊這種民生目標 或城市目標 蘇紫雲分析國軍可能已經 部署雲風飛彈 從立法院預算公開書 到中科院近年試射 推估改良相關性能 對於射程涵蓋北京 蘇紫雲認為雲風將用於 打擊地面目標 像是機場 部隊及接點 遲緩共軍發動第一級 記者黃子蝶 陳信隆台報導 中國和印度邊境最近衝突在一起 地點是在兩國都宣稱 擁有主權的達望地區 根據印度媒體報導 上週五有將近三百名解放軍 拿著狼牙棒之類的武器 試圖越過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 闖進位在五千公尺高山頂的 印度軍隊駐地 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 兩邊都有人受傷 無人死亡 而目前雙方都已經退回了 原本所在的地點 印度國防部長譴責北京 單方面改變現狀 中國外交部則是輕描淡寫 發言人只說 目前情勢總體平穩 而這是從兩年前造成二十多人死亡的鬥翁事件以來 中印邊界首度發生衝突 國際社會密切關注 印度則有群眾上街抗議 焚燒中國國旗泄憤 印中兩國再度爆發 邊境衝突事件 印度國防部十三號證實 邊境軍隊九號在印度東北部 阿魯納查邦的達望地區 阻擋中國解放軍侵入中印實際控制線 並沒有發生嚴重傷亡 印度媒體則報導事件起因是有三百到四百名解放軍攜帶狼牙棒 企圖越過邊界 雙方才發生衝突 印度政府強調雙方肢體衝突後 中國士兵已退回原先位置 雙方指揮官也進行協商 中國則回應中印邊界局勢總體穩定 據我們瞭解目前中印邊境局勢總體平穩 雙方一直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就涉邊問題保持暢通的溝通 中國同時呼籲印度遵守先前協議 不過中國說法沒有說服印度民眾 十三號在孟邁和北部的查摩克什米爾邦都有群眾上街抗議 部分人士還焚燒中國國旗泄憤 印中兩國有一條長三千八百公里 沒有標定的邊界 雙方曾協議不再實際控制線沿線使用槍支 二零二零年兩國士兵在拉達克地區的加勒萬河谷 發生鬥毆 造成二十名印度軍人和四名中國士兵死亡 導致印中關係一度緊張 也因此國際間特別注意近日最新情勢的發展 公視新聞 徐萬寧編譯 記者要為您報導 非洲國家民主鋼國因為好雨來襲引發土石流 首都金夏沙道路崩塌 下方的房子慘遭掩埋 至少造成了五十人喪命 包括一家九口全部都被活埋 另外在土耳其南部也有洪災 而且大水是來得又快又高 被衝走的汽車層層堆疊 有多達五百輛車受損 金夏沙這條主要道路被土石流撕裂 行程落打天坑 路邊防射跟著陷落遭到掩埋 非洲國家鋼國民主共和國 最近好雨成災 為金夏沙帶來慘重災情 包括通往主要海港馬塔迪的高速公路 發生斷崖式崩塌 至少造成五十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家九口全都葬身土石堆下 當地居民怪罪政府基礎建設做得太差 才會釀成這起無法挽回的悲劇 金夏沙過去只是剛滾河邊的小漁村 隨著都市擴張 目前已經成為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人口多達一千五百萬 但是當局管理不當 讓這個城市飽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天災威脅 山洪爆發越來越頻繁 鏡頭轉到土耳其 近日豪雨肆虐南部省份 洪水淹沒道路 中走車輛 有些車子就這樣高高堆疊在一起 不難想像當時水有多高多猛烈 當局估計有將近五百輛汽車和上百棟房子 在一夜之間損毀 還有一名農民為了守護威勢的農作物 突然心臟病發死亡 另外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則在六天內二度爆發洪災 市區陷入一片汪洋 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不是被切斷 就是難以通行 當地許多民宅和商店都受到衝擊 英國的通膨率超過百分之十一 許多勞工的薪水變得不夠用 包括運輸業 教職員 都紛紛發起罷工行動 護理師工會也將從明天開始 展開一百零六年以來首度大罷工 估計全國有十萬名護理師參加 醫療運作可能大亂 倫敦最繁忙的滑鐵爐轉運站 大批旅客擠在大廳查看電子顯示板 就怕班次誤點或取消 但這種景象並非只發生在火車站 接連降雪和罷工行動 英國的交通運輸幾乎完全停擺 周一與資方協商再次破局 運輸聯合工會十三號開始 罷工到明年一月 包括鐵路高速公路工人 巴士駕駛和機場行李搬運工 統統會參加 而倫敦希斯洛和蓋威克機場 邊境管理局員工則在耶誕節罷工八天 中小學教師選在一月罷工 有務人員本週三開始罷兩天 護理師週四接力 展開一百零六年來首次罷工 預估會有將近十萬名護理師參與 並表示這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 捧擊政府協商時迴避問題 雖然醫護罷工可能導致人力短缺的醫療體系 罷工的訴求 政府和資方似乎不領情 政府表示 工部門包括醫護的薪資問題 都已經經過評估 希望罷工可以停止 還說因為新冠疫情和冬天到來 國民健保署已經承受極大的壓力 鐵路公司則指出 今年已調漲百分之五的薪資 明年會再加碼百分之四 不願意回復勞工的訴求 公司新聞兩眼編譯 美國能源部官員在13號宣布 美國科學家已經在核融核研究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 首度在核融核反應達成了能量競增益 也就是說產出的能量高於引發反應 所使用的能量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 全球科學家都致力於研究核融核 認為一旦掌握了技術 將可以使得人類不再依賴化石燃料 美國實驗室的進展 的確是重要里程碑 有助於發展捷徑能源 不過有專家表示 距離實際商轉發電 估計至少還要十年以上的時間 再來看 紐西蘭國會星期二 通過嚴格的禁煙法案 目標是要打造無煙世代 從明年開始 在2009年之後出生的國民 終生不得買煙 但是在立法當天卻發生了另外一段插曲 總理阿爾登在回答議員質詢之後 坐下來罵了一句粗話 沒有想到麥克風還開著 全場都聽見了 從明年起 2009年元旦出生以後的紐西蘭人 將不能買煙 商店也不得販售給他們 這是紐西蘭13號通過的新法案 2025後世代零煙計畫 2023年起 14歲以下者終生不得買煙 禁令一旦實施 能買香煙的人的年紀 會逐年提高 但後續將沒有人可以買煙 該國已經將煙品銷售限制在18歲以上 除了錦雨 規範規格 還有高昂的稅 當局目標是在2025年時 紐國成為無煙國度 反對此法的紐西蘭行動黨表示 這會讓零售店因不能賣煙而倒閉 新法實施後 煙草零售商將從6000家 減至600家 根據統計局上個月的報告 8%成年人每天吸煙比10年前的16%低 8%成年人吸電子煙 但6年前僅不到1% 而毛利人吸煙率也比較高 報告指出有吸煙的人占20% 另外紐西蘭總理阿爾登當天針對 而希摩也接受他的道歉 並表示也回給對方 謝謝 祝有個非常愉快的耶誕節 並告訴記者 這只是一天結束了 並非世界末日 公視新聞好明明 阿根廷第六度晉級世界盃決賽 舉國歡騰 首都街頭擠得水洩不通 真的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 而明天凌晨的另外一場重頭戲 是上一屆冠軍法國 要對上超級黑馬摩洛哥 這是非洲國家第一次進入四強 摩洛哥足協提供了一萬多張免費門票 鼓勵國內球迷到卡達現場去加油 航空公司還特別加開了幾十個航班 GO 進球瞬間 藍白軍團的應援團全忍不住跳起來 試圖賽邁入最高潮階段 卡達時間十三號的四強賽 阿根廷在球星 美希帶領下 3比0踢走克羅安西亞 距離捧起大力神杯 只差最後一步 不但贏 還贏得很漂亮 對現場加油的球迷來說 感動難以言語 而在千里以外的阿根廷 興奮的群眾更把首都布宜諾斯愛麗斯的馬路 擠到水洩不通 相較阿根廷球迷 從白天慶祝到晚上 克羅安西亞球迷臉上滿是失落 不過克國球迷也強調 格子軍團力拼到現在已經令人自豪 另一場重頭戲則將在臺灣時間十五號凌晨登場 由上屆冠軍 高盧熊雞 法國 對上超級黑馬 阿特拉斯熊獅 摩洛哥 由於這是摩洛哥首度 也是非洲和阿拉伯國家 第一次打入四強 這兩天卡達的哈馬德國際機場 湧入大批摩洛哥球迷 摩洛哥主協甚至祭出一萬三千張免費門票 號召球迷到卡達當球隊的最佳第十二人 只是不少人困在摩洛機場好幾天 怎樣也等不到一張機票 擠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為了讓民眾順利前往卡達 摩洛哥國航週二 週三 特別加開三十個來回航班 而這股應援熱潮不只摩洛哥 也蔓延整個非洲和阿拉伯國家 北非和中東地區的商家都表示 這兩天摩洛哥國旗大缺貨 製作已趕不上銷售速度 無論各國之間先前有什麼過節 這一刻他們放下旗艦 大家都是阿特拉斯雄獅的啦啦隊 公視新聞 帥林編譯 介紹帶您關心抖音在國際間 引發的疑慮擴大 在美國各州以國安理由 限制公務場所使用之後 共和黨參議員盧比歐 聯合跨黨派議員提出法案 要把禁令延伸到全美國 讓具有中國或俄羅斯影響力的社群媒體 全部都無法在美國營運 抖音成立短短六年 在全球累積十億個用戶 在美國擁有八千七百萬人 從時事評論 電商帶貨到生活大小事搜尋 抖音已經躍居主流的社群平台 不過也因為中資的背景 引發國際對於中國當局監控用戶 並且審查內容的安全疑慮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歐 聯手同黨的眾議員蓋拉格 以及民主黨的克里什納穆希 十三號共同提出禁用抖音的兩黨法案 一旦通過 具有中國和俄羅斯影響力的 社群媒體公司 將無法在美國營運 抖音代表九月在國會聽證會上強調 用戶的資料儲存在中國境外的安全地點 中國官方並沒有取存權 不過顯然無法消除華府的疑慮 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 從二零二零年就持續地和抖音進行協商 但是至今仍未定案 美國聯邦調查局長瑞一 上個月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 中國極可能藉由抖音 蒐集美國用戶的資料 並且從事情報蒐集以及內容監控 月初他在密西根大學演說時 再度提醒外界抖音危害國安的疑慮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二零二零年就簽署了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用戶下載抖音 但是遭到法院駁回 隨著全美陸續有九州州政府禁止公務設備下載抖音 法案能否順勢的過關 就看盧比佑在下一個會期的提案結果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中國放棄清零政策之後北京疫情升溫 醫院發燒門診跟藥房都出現了排隊人潮 衛生單局坦承現在難以追蹤確診人數 民眾也體認到現在必須自求多福 但是北京現在一些感冒藥還有快篩劑供應不足 出現了黑市烘台價格的情況 已經有商店遭到罰款 北京市區一家醫院的發燒門診前 七七三出現排隊看診的人籠 包括坐輪椅的長者 而到藥局自行買藥同樣得排隊 中國上個星期一鬆綁防疫政策 民眾免作核酸不強制隔離 雖然重獲自由 但疫情也悄悄攀升 星期一北京通報新增本土病例突破千例 如今則坦承已經難以追蹤確診數字 民眾只能做好自我防護 護目鏡還是要佩戴 然後避免說人群之中還是有一些傳染 在十月間 北京曾預測每十萬人感染 至少會有上百人死亡 不過自解除限制以來 當局透過官媒一再宣稱 大多數人染疫只會出現輕微症狀或無症狀 可以在家自我隔離 並沒有對疫情提出新的預測 但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二警告 北京醫院出現重症患者的報導 引發了人們對新一波疫情的擔憂 中國未來的日子將會非常艱難 北京現在已經出現感冒藥物 和快篩季短缺現象 百度一星期來 搜尋退燒藥的流量暴增四點三倍 甚至出現了黑市烘台價格的狀況 當地媒體指出 有一家商店 因為銷售快篩季的定價過高 被罰了三十萬人民幣 在此同時也傳出 中國原定本週四召開的年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因為北京疫情再起 這將為明年設定經濟路線 和目標的重要會議 已經延後舉行 公視新聞的惠民編譯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明天再會 中央南公雖店